南投县家福中心对于地方相当关心 而每年也会在水里乡办理暑期科业辅导班 成员大多来自于水里及其心意等 并借用水里乡成城国小的场地来上课 在课程中除了原先基本学科外 这次课程也结合食农教育、品格教育等 家福中心主任为纪理表示 家福中心每年都会办理科业辅导班 透过科业辅导班也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水里地区的孩子们有学习的机会 我们每一年 其实南投家福中心我们都会在暑假的时候 办理科业辅导班 那特别我们在水里也都会有在 跟陈陈国小合作 然后我们借他们的场地在这里办理 我们这为期两个月的暑期科业辅导班 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科业辅导班 我们也期待能够帮水里地区 大水里地区这边的孩子 暑假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 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 我们一些农物一些产品 还有自己烹煮的这样的一些课程 在我们的暑期学习的当中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 示范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餐点 然后让孩子去学习以后 他们未来他们其实也可以自己做简单的餐点 然后也可以帮助家里在 爸爸妈妈如果是很忙碌的过程当中 他们自己也可以早一点的学习自立 可以治理自己的生活 那这是我们这次科业辅导班的主要的一个安排 也期待我们我们也很谢谢我们各界有很多的单位来支持南投家福 也都每一年都有捐赠一些经费来支持我们主题客服班的一些需要 那让孩子来到这里 他们除了自己的参加学习之外 他们中午在这边用餐也都是社会各界的捐赠 他们都可以不用在自己治理那样子的一个中餐的费用 我们在这里一并谢谢我们各界的对于南投家福的一个支持 城城国小校长吴先生表示 学校方面不但提供场地 也让学生们能够亲手接触土地 藉由自己的双手将所在中的农作物 通过烹饪制作成美味的菜肴 家福中心在我们城城已经教学很多年 那学校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提供场地 让我们水里乡在地的子弟能够有一个很安全舒适的环境 再次的不要放会学业 有一个很多的多元课程可以来学习 那这一次家福中心特别安排我们的小朋友们 能够在学校除了课堂上的讲授知识之外 也充分的利用本校的一个资源进行食农教育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子 因为学校这一块蝴蝶园去做变动 去重新设置的这个像开心农场一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提供小朋友亲手去接触土地 滴下汗水 然后欢欣的收获 然后甚至之后小朋友可能也要学习把这一些 他们自己亲手种出来健康有机的这些食材 能够做成美味可口的这一些菜肴 所以让小朋友知道只要你努力去做滴下汗水 然后新云的播种就可以欢欣的收割 所以这种让小朋友借由动手做的生活教育 对于这些弱势的小朋友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启示 跟教学的成效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些很棒的老师的带领 我们随理向所有的这些子弟们都能够以后体验到 家府中心带给他们的这些教学经验 能够把它用在未来的人生 让他们的人生更充满斗志 愿意能够付出他们的努力 有更光明的前途 家府中心水里区主委 县议员陈淑慧指出 暑期科业辅导班每年都会办理 主要是希望透过客服 让家府的学生能够有学习的地方 尤其这次的主题是食农教育 透过在地的食材结合食农教育的课程 让学生认识在地农产 我们蓝头县江湖中心基金会 在每一年的暑假都会配合我们水里地区 城城国小 就是借由城城国小的教室作为场地 然后来辅导我们水里地区 一些国小的学生作为一个暑期客服的辅导 那这些学生都是由 长期以来都是由教中心个案辅导的一个小朋友 那最重要的就是体现说肉饰的家庭没有办法 让小朋友到安亲班去上课 所以就特别召集一些善行人士长期以来 来捐助这个暑期客服的一个经费 水里香农会家政班老师余秀凤相当感谢家福中心办理这么好的活动 透过课程结合食农教育以及学习烹饪 相当有意义 来的我们的蔚敬礼为主任掌声 好来主任请帮我们讲一下你这道菜的名字 好这道菜的注意听哦 它叫做豚肉白玉寿喜烧 哇豚肉白玉寿喜烧听起来很厉害的名字哦 通常不会做饭的我们就会把菜饼弄得很厉害 好不好主任诚意很够主任今天五点多起来 就煮了菜之后呢然后又来上班了 然后上班之后呢又把菜送来这里 很高兴能够参加家福中心的这个食农教育 然后让小孩子能够在午餐的部分能够做中学学中做 然后让他们自己料理自己的午餐 然后那些食材都是他们从挑选食材跟那个洗 自己跟住全部都让他们自己自己亲自制作 然后吃到自己做好的午餐这样子 家福中心水里区主委 先议员陈淑慧也表示 家福中心对于教育的投入不遗余力 每年也会规划相当精彩的课程让学生学习 陈医员肯定家福中心的用心 也感谢老师的付出 今年的客服班相当有意义 那我们今年的客服的一个主题就是食农教育 大家都知道水里香是一个融业香 那在地的食材都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要让在地的弟子去认识说在地的食材 然后利用在地的食材怎么来做一个烹饪 然后在我们三餐的食物当中 那今年更感谢的就是我们一个秀峰老师 他来做一个协助的辅导的老师 教这些小朋友怎么来用某样的食材 然后来加料 或者是某样的食材再加配其他的食材 做出一道很好吃的一个菜肴 所以今天淑慧我 还有我们家福中心的主任 卫主任 以及称臣国小的吴校长 三四位就自己弄了一道 很简单的一个菜肴 然后提供在今天给小朋友来食用 我想这个是一种类似一个亲子的教育 也是让在地的学生觉得说 让他们知道说得到的 更希望说他们学以自用之后 在后续能够用付出的一个心态 来贡献给社会 我想这一场的这个暑期客服辅导 是教育中心办了几十年以来 这一场觉得说很有意义的一个食农教育 在今年的企业室中 今年的主题是食农教育 家福中心主任魏基里也表示 这次课程结合家长以及孩子们共同学习 尤其课程中结合食农教育 让孩子们自己种菜 结业事实已将这些菜肴上桌 让学生们吃到自己亲手种植的 相当有趣 希望通过课程 让孩子们更加在地化 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想我们这一次很开心 水里班的那个客服班结业 我们今年就是因为那个内容是食农教育 然后我们也希望孩子从食材的开始 到桌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孩子去学习跟体会农民的辛苦 或栽种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也结合 特别结合我们的家长账户的 我们家长方案 那我们家长方案呢 其实我们也是执行了一两年 我们希望在地的家长 他们在农作的一个栽培的过程当中 加入无毒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的食材是越来越健康的 那我们就是结合了家长跟孩子的学习 所以有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展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成果展 孩子享受到这样子的一桌的家肴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是很明白 那个食物是从何而来 那今天的桌上的食物 第一道菜也有孩子自己栽种的空心菜 我相信所有的菜当中 孩子自己看见自己种的这样的一个菜 端上家肴 那也是他们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未来在水里 我们也一样的要继续的推广这样的一个食农教育 让我们在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农产品 然后不管是种菜也好 或者是来自一些养殖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种植的花卉等等 我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在地的孩子也开始学习 爱这一块土地所长出来的一些植物 一些产品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孩子会越来越在地化 也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珍惜 我们家乡的一些农产品 课程中有家长也投入了老师的行列 不但亲自教导孩子们 在结业室当天也分享两个月来的感想 对于家福重心也纷纷表示相当感谢 很高兴教育给我儿子这样一个学习的环境 他在这两个月来学习到很多在学校所 没办法学习到的 例如石龙教育 他可以懂得更珍惜食物 然后还有就是 可以学习不一样的乐器 例如老底 还有就是他可以更懂得尊师壮道 更懂得去照顾比他更小的小孩子 还有尊重比他更大的 大贵州大积极门 所以感谢家福给我儿子他们这样子一个机会 很荣幸这次能够参加家福的年度方案 有关不同技术相关的课程 那在课程当中非常感谢老师用心的教导 让我获益良多 在今年的八月中跟课个班的小朋友共同上了两堂课 第一次站上讲台 我的内心非常的快乐 因为能够传授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和我自称累积的尝试 让我被感骄傲 在这次非常感谢家福中心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从中清楚的了解 朋友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的成长 创造更多的机会 在此我还要在此特别谢谢各方善心人士 以及家福中心的帮助和爱护 老师们的劳心劳力 因为有你们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圆满 除了家长上台分享外 也有学生上台表达感想 学生除了感谢家福中心的成员 以及团队老师的用心外 学生也表示 课程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品格教育的课程 学习到要为自己的行为来承担后果 以后会想清楚才做选择 我今天要谢谢家福中心 因为如果没有家福中心所创办的学习辅导 生生不少的场地就不会有在座的学生们 我也要谢谢这两个月以来 教我们写作业和上课的老师们 他们真的很辛苦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品格阅读课程的负责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承担后果 所以我做事之前会印象在下 想清楚了才会做 我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做自己有把握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很谢谢全部的老师 尤其是在班的顺凯老师 体律老师 以及佩兰老师 因为我们有时候上课 很多乖又很多计划 但是老师们都很有耐心 真的谢谢老师们所付出的 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家属中心 让我们的学家过得有意义更有趣 最最最感谢陪我走过这两个月的同学 虽然有时候会带给我愤怒 不过比较多的还是欢乐 祝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路顺终 简单却温馨的结业室 家长以及孩童们都分享两个月来的点点滴滴 纷纷对于老师的敦敦教诲表示感谢 也期望这样的活动能够继续举办 让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得以传承 明星文秋平以专题采访报道